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4号星期三 这是一条会员专享视频 所以这条视频是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 或者说是谣言 据我们所知 辽宁和山东那边官方已经出来的 好像要辟谣 但是我们打听了一下 这个应该是一条遥遥领先的预言 不过因为他们已经辟谣了 所以我们还是在会员专享视频里说 辽宁和山东爆发了甲肝的传染 在人群当中传染 不过甲肝还好 因为这个病年头也比较久了 然后我们现在治疗这个病 还是比较有方法的 方法药物都很多 所以还不用太担心 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 得了也是比较烦 这个病 现在大连的庄和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他们化验去了一共的12个人当中 有5个人肝功能呈阳性 这比例相当高了 然后丹东东港市的医院 好多都住完了 然后山东日绕市的东港区 也爆发了甲肝 然后山东 蓬莱和烟台也都有 到底怎么个情况 就是说这东西到底从哪来的 据说是这样子 说在山东 还有辽宁 还有什么辽宁 什么大连 荆州等地说海边出现了大量的死鱼死虾 怎么死的 说是因为渤海湾最近污染太严重导致了 鱼和虾都被污染了 都被害死了 害死之后 鱼死鱼死虾的不就浮在水面上吗 然后就很多人去捞 捞完了之后 他们自己不敢吃 就拿去卖钱 卖钱吃了这种死鱼死虾的 就有可能出问题 有可能因为你自己去买的话 这种你也不买 他们很多就把这些卖给了当地的一些餐厅餐馆 因为餐厅餐馆可能图便宜 就买了 买了之后做了之后 能处理的再不好 那么就导致了大面积的发生了甲肝的爆发 我们反正我觉得这样 因为咱们 咱就算算是个谣言 反正我觉得 但是咱们既然是会员专享频道 咱们会员频道 我觉得还是说出来 如果有在渤海湾附近的 什么大连 山东 日照 丹东 荆州 等地的 小心一点 最近这段时间 自己就不要买海鲜吃 然后去餐厅的话 你如果去那些高级的大餐厅 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你去的就是那种 我们天津人讲叫狗屎馆 这种小破馆 然后东西更为便宜的话 你就点点其他的东西吃 就别吃这种鱼虾之类的 我觉得反正怎么说 回避一下 有好处没坏处 是吧 然后最后再强调 会员专享视频 未经证实的 小道消息 好吧 这条新闻播到这里 谢谢大家